华联市公所依据国防部国军主要武器训练场 以及油料弹药库影响地方 木林工作要点争取国福里活动中心 即周边整体改善第13期工程专案改善计划 办理社区道路刨仆工程 而市长魏家彦和国福里里长李凤凰也到场关心 视察施工状况 华联市国福里依据国防部国军主要武器训练场 及油料弹药库影响地方木林工作要点 或捐助经费500万元 除了投入工艺支出计划外 华联市经召开说明会听取理名需求 执行国福里道路改善工程 而华联市长魏家彦和国福里长李凤凰 在日前也特别到场关心 视察工程的实作情形 对这条路是非常重要 水源村也会经过这里 那新城乡也是从这边这个大条的主要干路一起过 也很谢谢这次的牧林经费 能够让我们国福里每条小巷 有些也是二三十年都没有铺的 可以逐步的可以慢慢的去铺完成这样子 那在这边今天铺的五处都是我们地方的一些 包括民众甚至里长甚至一些民意代表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路铺平让用路人用的安心 那未来也期盼下一期的一个牧林专案 在明年看看如果有民众还需要的话 可以向我们公所来反映提报一些计划的一些 大致上包括我们的路或是一些邻里的一些建设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做 这项工程从9月5号开始动工 工期为45个日立天 预计在10月底前就能完工 而在各路段的工程也将陆续开工 施工所呼吁民众配合绕道而行 不便之处也请见谅 记者许立琴华林时报导